高雄市农业局首开地方政府支线 开发高雄农来训平台 整合农业日常所需的产销以及气候资讯 发展智慧防灾以及智慧产销服务 自推出以来就获得国内外多个重要奖项 日前更是在全国51组中脱颖而出 获得政府服务奖 无论是农业日常所需的产销资讯 或是气象讯息都整合在高雄农来训 高雄市农业局首开地方政府支线 所开发的高雄农来训 让农民只要透过手机掌握全台 64种作物的防灾告警资讯 以及300项以上输国产销资讯 获得有公部门奥斯卡奖支撑的 政府服务奖的肯定 我们农来训这一次参加我们政府服务品质奖 总共有51组报名 我们农来训很荣幸的能够获得 这个政府服务创新加值奖里面的其中这个殊荣 那这是我们一个蛮高的荣誉 那也表示说我们农来训在这几年来服务我们的农民朋友 那这些相关的一些服务有获得政府的一个肯定 那来提供我们农民免费入门的这个智慧服务 同时我们也附建了一个媒合平台 以及这个相关的补助资源 来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以及我们的智慧农业的这些相关的业者 能够去进行合作 因为已经有超过8000个使用者 并且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100场以上的这个智慧暗场 来协助我们的农民朋友 还有支付业者相关的这些落地应用 高雄农来训将难以搜寻的气候及产销等资讯加以整合 提供产销建议及防灾告警等智慧服务 不仅米平数位落差 更能协助农民面对当今极端气候的各种挑战 此外农来训也不断的持续升级 推出客制化服务 农来训每一年我们都会持续的进行相关的优化 那在今年的部分我们也推出了我的农来训 那希望能够提供我们农民朋友 一个简单客制化应用的一个仪表板 来展示我们这个农民的相关的一个 作物种植的一些成果 那同时我们也推出了我的农来训 那只要透过拍照以及记录上传 我们就可以透过QR Code还有网址 很简单的能够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那也欢迎我们的农民朋友多加利用 农业局表示高雄农来训自推出以来 陆续获得国内外多个重要奖项 包含智慧城市创新应用奖 世界资讯科技大会数位机会包容奖 及天下杂志城市治理卓越奖 社会进步组优选等等 未来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 推动高雄智慧农业应用及落地 实践高雄智慧城市发展的愿景 未来的ätzen 感谢观看